因為 通通都在陸地底下 那 這條叫中坡北陸 為什麼叫中坡 其實應該叫中坡 那 比是什麼呢 比就是池塘的意思 那為什麼這裡會以池塘的名來命名呢 因為呢 這條溪就是從中坡那邊 中坡 中坡跟永春坡旁邊的兩條溪 永春坡是豹山溪 中坡是虎山溪 沿流下來的野溪 現在的豹山溪在山邊還有 有 豹山溪在山邊也都還有 豹山溪流到市區之後變什麼勒 變林口街 豹山溪流到市區變什麼 變中國北 兩個在後山比站交會 就流過來變林口街 這個是中國北陸 原本是溪 然後 還有另外一條溪喔 松茸路 這一條更彎曲 松茸路也是溪 這條溪從哪裡來 這條溪從山上來 哪個山 象山 他們 象山那邊 空 我現在講可能大家不太了解 但是我稍微整理一下 三張里這個地方 過往 常常淹水 就是 101 如果我們 我是101 這裡是信義路的話 信義路的對面那邊 整個區域 叫做三張里救民 三張里那個地方非常多的 細的支流 然後也有脾菌 所以只要一下雨就淹水 所有的水就會沿著這條溪流流流流 流流流流流过来 那那边淹水 这里那里的水排不掉的时候 这里也跟着淹水 所以呢 这里 有经过整次 原本是这样弯弯曲曲